哈喽布莱恩你好 哈喽李大哥你好 一开始先介绍一下你们微笑家居 好的 我们微笑家居 我们主要就是贩售 欧式 欧式主题的一个家具 然后搭配一些自然啊 师母的这些产品去做一个结合 对 然后我们是2009年开始创立的 那主要是我妈妈 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她年轻的时候呢 就是经营这个家具进口销售 对所以后来决定想要 开始销售一些家具比较大型的产品 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就创立了这个品牌 那当初为什么叫微笑家具啊 这个名字 因为当初公司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都要常常去国外啊 去找一些产品 那刚好我们出差到泰国的北部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就是看到天空上有两个星星 然后下面月亮 像一个笑脸一样的这个一个图案 对所以那时候就决定 那我们可以叫微笑家具这样子 接下来讲一下你们的一些风格跟理念 我们就是这边可以看得到就是以欧式的家具为主 但是欧式的话它的线条啊 还有它的颜色来讲 都还是属于比较清爽的感觉 大部分都是大地色系的颜色 所以欧式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金碧辉煌那种感觉的 嗯 然后我们就会结合一些大自然形成的一些石木块啊 的一些桌子啊茶几边桌什么的 就这样一个比较柔性的东西 跟一些比较粗犷原始东西做一个 做一个融合 嗯 可是我们常听到欧风啊或欧式 欧洲又代表很多国家 那欧洲国家是 其实之间的差异化是不是也很大 包括什么东欧中欧西欧又是不同的 对对其实还是有差异 那我们 我们主要的厂商它是法国人 那它的设计呢 就是比较偏南法为主啊 所以这边看到的都是比较南法的一个风格 修行的庄园的那种感觉的家具 对那 会讲说是欧式 因为不能说讲说我们只是法式家具 因为 毕竟很多不同欧洲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时期的一个结合 人文历史的一个结合之后 他们很多其实元素都互相去 对互相去采用 对所以 其实现在看到这个家具设计出来 其实也是很多不同欧洲 历史的一些风格 最后的一个结晶 这样子 可是英国因为它比较独立 那英国是不是它的风格会比较明显 对 因为我们讲欧陆是一大块嘛 是 是 英国的话 通常就是比较 大家可能一般看到就是比较 桃花喜母深色的 然后稍微细致一点的 这样子的家具 但是我们的话还是 走比较轻松的 轻松的感觉 我们想要营造就是说 客人就是回到家里 就是有一种放松 放松的心情 然后 家里感受到这个木头啊 这种这些 原始木料的这个质感的一种温暖 就是 回到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所以难怕就是普罗旺斯的感觉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比较清晰就对 对 就是一望无际啊 可能草原啊 这样子庄园那种感觉 好 那很多客人来到你们店里 他第一眼还是会先看你们整个店 给大家整体的感觉 对不对 是 但是很多客人一走进来 他就是 因为我们东西很丰富 他就 有点眼花缭乱 对 客人常常说他们需要 放很慢的速度 走一圈 然后又再倒回去走一圈 才能真的欣赏到很多 呃 我们这个门市陈列的一些巧思啊 对 但是 我觉得蛮明显的还是一个这个欧式的风格 因为很多家具啊 他都还是有他的一个弧度 那些 欧式弧度的这种线条 还有雕刻 像这些家具上面都有一些花啊 一些贝壳这种雕刻 来到这边的消费者都是一般的这个 呃 闪客吗 对我们一开始都是 可能就刚好路过这边的一个 嗯 看到有一 怎么有一家店 好像很漂亮 就进来欣赏 这样子 然后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累积这样 呃 客人在介绍他的朋友 这样子 去呃 去累积一个 一群爱好者 嗯 这样子 呃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算是清田街 清田街二巷这边 那其实我们是离东门站 还有离 永康 永康商圈 师大商圈这边是很很临近的 但是 算是在一个交接点 所以 很多人来这个 商圈逛啊 他不一定 会走来这种 这个交接点 因为其实有点偏了 对 呃 但是我是很建议大家说这个 呃 可以来附近走一走 因为清田街这些巷弄里面 还有很多 呃 日式的老房子啊 然后有 露宿 这样整个是一个很 很舒服的一个 环境 今天可以大家来这边 晃一晃 以消费族群来讲 这个呃 这附近的这个住户 是不是他的更替率是比较 没有那么快的 都是老住家 对不对 这边其实 对这边其实很多邻居 他们都是住在这边非常久 嗯 对 呃但是 我们当然是有服务这个社区的 的客人 那当然也我们还有很多是 外地 中南部的客户 他们喜欢我们的风格 所以来 来特别来来找我们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欧式家具 他是不是一定要来现场看 那种感觉更对味 嗯 对我觉得 呃 网路上面的话图片 图片 图片其实现在 嗯 不同的商家啦 他们拍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 嗯对 但是就是 能够到 能够到店面来感受这个 家具的这个实体的这个质感 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 主要是我们 我们着重很大的力气 在于 门市的这个陈列跟布置 嗯 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说 呃可以提供客人一些 居家布置的一些灵感 嗯 客人来这边 呃 因为您看到我们这边都是属于比较 混搭的 对 一个风格 对那 有一些客人他可能 比较保守 他不 不确定说那这样子要怎么搭 因为他们不是成套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 呃 其实在国外啊很 他们房子很多都是混搭的 没有说一定我们要 什么风格 然后就一定全部都要是那个风格 对所以 我们也想要把这个理念能够给呃 呃 呃 台湾的这个客人 给他们 可以慢慢的可以接受 这好像是有特定的喜好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是偏好那种系统性的 他喜欢一致性 对 嗯 嗯 对当然也有这个 什么什么 呃 客人的偏好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啊 对 呃 但是我发现就是 近期很多客人他们 会渐渐的希望说 家里的布置就是买家具 来家里布置 就是系统系统柜啊 这种方面他们就会慢慢的减少 嗯 对 一方面他们觉得说 那我都 我家具的话我 我之后搬迁啊 我都还可以搬得走 好移动 好移动 对然后家里 你想要改变一下布置 也都ok 嗯 只要移动一下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呃 毕竟现在家具它是手工雕刻啊 这样子 自制作的 跟系统柜的那个质感还是 还是不同的 嗯 对 所以系统性的就是比较快 简便就对 快简便也 其实现在的也都做得很漂亮 也都做得很漂亮 但是就是 呃 比较制式的感觉 那这会感觉好像 呃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希望自己的家里 有一个独特性 有一个个性 对想要跟人家不同 是 所以比较多 都开始会想要买家具来布置 所以你说很多客人会来这边看 其实 他可能也是为了找灵感 对不对 想看看你们的装潢布置 给他的一个什么感觉 对 对对 没错 我们 我们希望就是 对可以激发一下客户的这个居家灵感 像我自己以前我也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读这个设计的 我也对于这个美感这个不是说很灵敏 嗯 对那我是像妈妈 还有我姐姐的就是 我看了他们怎么布置 怎么去挑选漂亮的东西 这样慢慢 然后看很多杂志这样 慢慢的学习 这样子 所以呃 我是觉得只要 呃 你用心想要把家里 变得更美 那你就可以多看这个杂志 那你就可以尝试从一个 一个角落啊 还是说一个墙面 就是可以去自己去布置看看 然后最后累积累积 所以你的住家 就会呈现一个 你属于那个主人的一个风格 跟一个样貌 那如果客人进来 他们有特别的想法 你都会问他什么问题 通常我都会 我是直接问他说他们 他们今天来 有没有特别想要 找什么样子的品项 对 然后再跟他们沟通 他们喜欢的风格 对 因为不一定 客人不一定喜欢整个家里 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对 但是可 但是其实是可以 我觉得欧式的品项呢 可以 呃 家里 假如你不喜欢 全部都这样的感觉 家里可以放个一两件 去点缀出来 嗯 欧式家具还是有它的 历史人文的背景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呃 厚度在的 对 我觉得欧式家具 就像放眼过去 感觉都有个厚重感 对 不是那种轻薄的 对 它也是透过时间 演变这样子 嗯 所呈现的一个 一个风格 所以嗯 如果家里都是比较 现代的 我通常也会建议 喜欢现代的风格的客人 我会建议他说 你可以放一两件 有点线条的呃 嗯 产品这样家里会比较 柔顺 比较温柔一点 那个感觉 嗯 通常看得出来 就是 喜欢这个风格的人 他就是会 绕好几圈 嗯 他就会 哇眼睛一亮 然后就 会在里面待很长的时间 那如果对这个风格 比较没有连结的 他们就很快 就会绕出去了 绕出去了 所以你一般就是看他 大概会 观察什么 家具看比较久 嗯 那问的问题比较多 那很可能他个人是比较喜好 对对对 我 我通常我不会push客人说就是 你全家都 好像都要买我的 那一次 买到位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家里的布置是 可能你买新家 你需要一些主要家具 对 那个你一开始 买天购是ok的 那我觉得很多 有点一些小角落 还是一些小空间不确定 我觉得就是客户住进去 跟就是 就是慢慢替换 空间跟人的一个互动 之后你觉得 这边我好像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就 就慢慢挑就好了 不用 一口气去 去 就等朱青青的 想法就越来越多就对 对 就越来越清楚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是是是 慢慢的 慢慢的演变 是 好接下来我们请 布拉人现场帮我们绕一圈 看看现场有什么这个 不一样的这个 欧式家具 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带我们大家来逛 先从这个庭院开始介绍 好的好的 我们在这边 台北市店面啊 前面有一个小庭院是很幸福的 那 这边我们就是自己有做了一些植栽 然后 像这个小桃缸啊 我们里面就有养一些鱼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有展示很多我们的花器 那我的好朋友Queena他也特地帮我们做了很多花艺的装置 对 一旦有了鲜花插上去这整个 花瓶的花器呢 就有了生命感 OK那我们进去看 这是微笑家居的门室 那我也带你们参观一下 介绍我个人在门室里面最喜欢的几个品项 那我们这边主要是欧式家具为主 那像这张 这张是很有优雅的线条 尺寸又没有很大张 像这种一个造型的椅子 只要在客厅啊 还是说房间的一个小角落 只要放进去 整个视觉效果 就会立刻出来了 嗯 很丁雅 对 我们这边的品项我们特地都会挑 比较有手工感的产品 像是这边的这个红筒吊灯 它这个首先就是 它们要有一个木头的一个模型 然后再用红筒片呢 去按照这个模子 去敲打敲打 一点一点的敲打 像这边所有看到的这个 灯这边的一个小痕迹 都是他们师傅这样一个一次一次慢慢敲出来的痕迹 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红筒灯的话就是它 照出来的灯光呢 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是很合适放在餐桌上面 另外一个主轴的品像就是 像这样子石木 石木的这个天然的造型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它们都是 经过大自然的小手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它每一个呢 都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 这个看起来像木头 但是它其实是 木头的化石 木化石 木化石 可能经过了火山 还是说海啸 很快速的掩埋之后 经过好几百万年 最后变成了石化了 变成了一个石头 这样子小小一块 但它非常肿 需要两个人去搬 我自己是很喜欢说 家里也有一些 这种经过历史 经过历史大自然 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种木化石 就要可遇不可求 对 它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而且每个花纹啊 颜色 最后呈现出来都不同 很有它的独特性 这个也是另外一款 我很喜欢的 它是一个书架 可是它就是 它这是泰国的一个木头 叫做羽豆木 它是算长得比较快 也可以长比较大的一个木头 像这个的话 是一整块木头去 中间去切成一半 然后再 木匠呢 再去给它制作成 这样子的一个书架 就是回到家里看到 这么有自然的产品呢 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 那接下来这边我们有一些 印度的一些老件 像这个啊 那我们也会搭配一些老件 是因为它也不算是古董 但是它算是有经过使用 使用的一些品项 那这个很有可能是 那这个很有可能是 当初 印度某个人家 他有一个商店 他就去做了一个 櫥柜 这样子 那就是很有趣味性 因为老件的话就是 它不是大量生产的产品 所以它就是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雕刻啊 小细节 它脚的造型 会与众不同 会不一样 然后就一键 很有趣味性 那像这个 这个的话 它原本应该是一个滑门 然后最后把它改造 改造成一个屏风 所以它本来是拉的那种 类似折叠门 折叠门 对 那如果是一般 新制作的一些屏风的话 通常呢 就不会 不会制作的时候 这么小片 然后每一格分成这么小 一定就是通常就是这样 老件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 小的巧思 欧式的家具的话 我们主要是在印尼生产的 那印尼那边主要是使用 桃花星木 橡木跟幼木的材质来制作 那大部分就是 比较少用幼木制作 因为幼木比较硬 但是我们 我们最近也有自己 开发一些品项 像这个品项 它是用幼木制作的 那很合适台湾的气候 因为幼木本身 它含有油脂 不容易受潮 发霉 这样子 可是台湾人不是都 比较喜欢幼木家具 对 比较兼顾耐用 对 就是因为这样耐潮 那它的纹路啊 色泽也是很 也是很舒适 很好看 那因为幼木的话 它通常 比较硬 它雕刻的话 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厂商 它是不愿意 用这个木头来制作 那我们这次开发这个 我们自己也是很满意 哦 因为耗工就对 对 太硬了 那像这个小小的画石桌 这也是木头的画石 那木头画石 它就是又加了一个 现代的这个不锈钢角 变成一个很现代的一个 一个茶几 对 所以其实现代搭配古典 有一种文化的一种 的一种冲突性 才可以蹦出它的一种美感 大家看到这个是 竹子边的 嗯 竹子边的灯 竹边的灯 那这个是泰国 泰国手工制作的 那 只要家里有掉这个灯 马上瞬间这个 就会很有 轻松的感觉 很有 到东南亚那种感觉 嗯 很放松 巴黎打风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它照出来的光影 如果打到墙壁上 投射在墙壁上变化 对对对 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个呢是一个 我们新的一个设计 它是一个 宠物床 或者是 小朋友的一个小沙发 它还有一个拉扣的这个设计 所以还满典雅的 然后这个小抱枕是一个 小骨头的感觉 嗯嗯 那其实这个 要清洗啊也是很OK 就直接拿个 整个丢到洗衣机也都OK 可以洗